主料,冬瓜500克,鸡蛋3个,辅料,吉士粉,面包馅,油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用菜人数,1-2人,把新鲜冬瓜清理干净前程调状,放入盐,等10分钟后,用汁把表面水分吸干净,冬瓜上面均匀铺上,吉士粉加淀粉PS,没有吉士粉可以忽略, 把冬瓜放到盘子里上面倒上粉,然后摇放盘子,让冬瓜均匀挂上粉,打一个鸡蛋搅匀,把挂好面粉的冬瓜放入鸡蛋液中,再放入面包鞋中,滚一下摇放盘子可以均匀滚上面包鞋,锅子加热放入油,等成热放入冬瓜炸,注意滑后不要拍打,不要总用筷子翻动,等冬瓜表面固定再翻面,注意不要糊了, 炸好后用细油纸去去油,黄瓜点缀,装盘就OK了,烹剪技巧,我用的油之前照过东西,所以泡沫多了些不要学我,最好多放鞋油炸的效果比较好,我比较小气,心疼油啊 那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